詞・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曾經騎著單車從雲南到西藏 越過十座四五千公尺以上的大山 然後寫了人生中第一本書《轉山》 我已曾經從印度橫河出海口沿河上塑 徒步四個多月到橫河源頭 距離第一本書十年後寫出走河 看過這兩本書的朋友常會對我說 你很勇敢 但我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勇敢的人 有一段時間 我一直在按照父母的期待和社會的主流在走 考上明星高中選擇熱門科系 大學時我雙組修政治和法律 曾經以為自己的未來會是個律師或是學者 但實際上我卻又在幹著另一件不務正業的事 就是時常背起背包 像個流浪漢一樣 漫無目的地去流浪 我十八歲開始一個人流浪 2004年大學畢業 我給自己闖了一個大禍 寫下一份 騎單車橫跨西藏高原的奇想 申請那年雲門五級剛成立的流浪者計劃 沒想到初審竟然就通過了 面試那天 蔣軒老師對我說 你想騎車去西藏 你不害怕嗎 我蹲了一下 低下頭來 滿臉羞紅 回答他 當然怕 我怕得要死 接著林來明老師大笑著說 那你怎麼去準備西藏的行程 當下我的一個意思就是說 覺得自己要落選 乾脆就豁出去 我跟他說 出發了就是準備好了 於是我成為第一屆第一個出走的流浪者 一個人如果迷路了該怎麼辦 在深山野地裡 深夜遇見 發著青光 炯炯炯追著你跑的眼睛 該怎麼辦 差點摔下懸崖 牢牢地卡在石縫裡 該怎麼辦 遇到土匪 山崩 路段 下雪 下大雨 該怎麼辦 碰上懸崩 碰上我們烈的帳壕 該怎麼逃 這些事情 都被我遇上了 但其實路上最難的都不是這些 而是每天 而是每天面對緊繃的腳筋不斷地起塌 時時面對下垮不斷摩擦撕裂流血的傷口 每天都興起想要放棄的念頭 那個不勇敢的自己 在這場大雪中 我爬這4700多公尺的射擊拉山 體力幾乎完全放進了 我渴望休息 但不能休息 因為天氣實在太冷了 每當我停下來的時候 那些風雪就會像刀子 像磚子一樣 刮著摸著我的骨頭 我幾乎人格分裂著在那裡 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一個聲音對我說 極限到底是什麼 極限其實就是 直接倒下去啪一聲 什麼都不用再想 另外一個聲音 在說 你在裝弱嗎? 裝可憐嗎? 還是病了? 是不是想為自己找一個藉口 逃脫的理由呢? 有一陣子 我的喘息是不斷地抽搐 我趴在單車上 根本看不見前方的路 裹著自己 不斷地搖搖晃晃的推車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腦海裡不斷噼哩啪啦噼哩啪啦 閃現著所有所有過去過去的記憶 朝著我打來 在魂眩中 我跌倒了幾次 又爬起來 邊哭 邊推 我不知道該怎麼繼續走下去 我覺得 自己要撐不下去了 猛然一個聲音又朝著我衝過來 撞進了我的腦海 跟我說 沒關係 沒事的 直到撐不下去的時候 你只要 只要再往多前走一步就好了 就那麼一步 就好了 這些事 並不是在說 我有多麼勇敢 而是因為害怕 因為這是我自己選擇的路 我害怕 這一次放棄了 下一次在面對相同的問題 我會不會繼續放棄 而之後 的人生 會不會就像骨牌效應那樣 全面倒下 但放棄了呢 放棄就會比較好過嗎 不 我嘗過自己放棄過後 內心的煎熬 那趟旅程 那趟旅程 累積成日後的轉山 轉山一時大賣 甚至賣到大陸去 拍成電影 我突然變成 別人眼中的暢銷作家 但我知道 那並不是我 我 我仍舊是那個 渺小無力的自己 其實我也知道 這些都不是真實的 因為我知道真正的事實是 如果當初我發生了什麼意外的話 我其實就只會是報紙上 一則小小的新聞 這一切都是過往雲煙 因為 面對創作 我也有著很多害怕吧 我怕未來寫不出來 沒有飯吃 於是 去念了博士班 就讀博士班期間 我去過印度幾回 很多人害怕去印度 害怕那裡的燥熱 髒亂 貧窮 其實我也害怕 但我選擇 徒步的方式 一步一步 從橫河的出海口 開始走起 走河的時候 我開始學習 減髮的生活 因為所有的行李都背在背上 每一公斤 多一公斤 少一公斤 你的身體都可以明顯地感受到 唯有減少負重 抉擇出 究竟什麼東西是必要的 你才能夠走得越久越遠 在聖地瓦拉納西 我看著人們養生送死 在橫河畔洗衣 沐浴 刷牙漱口 牛羊 野狗 隨處便利 全都混在一起 印度教徒在橫河畔 究竟什麼是誤會 什麼又是聖結的 究竟什麼是誤會 什麼又是聖結的 我一失足 摔了下去 掉下五六公尺的坡坎 所有的吐司將我埋沒 但幸好只有半生 上那間我突然不再害怕了 因為我知道 我還有兩手 可以慢慢地把自己挖出來就好 正是因為走過這些 我放下了四年博士班的學業 放下對文憑的追求 我不想再讓自己有任何的借口和退路 正是因為走過這些 我開始比較能夠對付 那個平常容易焦慮 毛躁 不安的自己 正是因為走過這些 我開始回到比較簡單的生活 學著專一的寫作 一字一字慢慢地寫 就在這個強調影像的年代 我教出了一本 單純到幾乎只有文字的書 其實無論是面對創作 或是流浪 我很少沒有不害怕的時候 但我也常常在想 一個人如果不能夠 面對自己的害怕 坦然 應對自己的確諾 那他又怎麼能算是一個勇敢的人呢 或許 正是 因為有那麼多的害怕 我們才能夠走到 生命無所拒的地方 現在的你 正是你自己過去的未來 最後 我想要分享 日本詩人 楓士爾在庚之國的一段詩 未曾去過 未曾去過 只知那路 不受歡迎 非人所要 該如何 也沒有燈 就在那樣想的時候 燈 忽然亮起來了 就在 閉口 那樣想的時候 燈 突然亮起來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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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ition 善哗啦 善哗啦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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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